大家好我是Andy 今天是2020年12月28日 星期一的下午6時多 拍片跟大家跟進幾個市場的技術走勢和波浪分析 首先看看恒指今天的走勢 恒指今天衝上日線34ma 衝上日線34ma就受制 又再站不到 又再站不到又不是絕對差 看到他縮下來 但也收到羊竹 純粹今天是星期一 應該是在做周初的波幅 屬於一個正常的波幅 先假設他這個星期 因為之前也說到美股 其實是比較看好的 後視還有兩個多月才到頂 所以應該那個上升動力也會繼續 這樣的話也會帶動恒指向上 所以這個位置也偏向是覺得 恒指還可以再上去27500左右 現在其實就是一個調整項 調整項看看他日線的MACD是怎樣 已經是相當算是很久了 目測也是比較長時間 現在就是等一個時機 例如是等這個美股 走一個推進浪 向上的推進浪 到時候應該就帶動恒指 所以就開始上了 今天純粹就是 因為星期一跌就未必太差 因為時間一個星期是五一 星期一跌或者星期一二跌 比較有利星期二三四五 或者星期三四五 會是轉向的 通常就是這樣 通常就是星期一跌 星期二三四五 都是上升 通常就是星期一跌 星期二五就升 星期一二跌 星期三四五就是上升 通常就是這樣 下跌的幅度和之後轉向的幅度 是相差多少 所以暫時覺得 其實今天的下跌可能是在做 今個星期的那支竹的底部 先假設他今個星期收羊竹 可能現在是在做今個星期那支羊竹的底 因為一支周線的竹也有底和頂 好視乎他其實今早是做了一個 只能夠說是暫時短的頂 暫時今個星期的頂部 就在5mm那裏 而今個星期的底部 因為今個星期只是走一天 在三分鐘圖看看今天的走勢 三分鐘圖今天一開始就衝上去 然後這個就是剛剛周線圖的 5mm的位置 就是在這個位置 走線圖5mm的位置就是3分鐘圖的 今天的日期 他打中了這些位置之後 又阻力地移動 支持一下這個位置 然後是看到跌穿了 這個位置也是跌穿了 跌穿了之後移動了就在這個位置 再破底 然後移動了就在這個位置 之後呢 就沒有再破底了 去到這裏 即是說現在呢 現在的重要位置就是今天 即是今天的日期下降 今天的日期下降 然後呢 這個位置也是一個重要的位置 如果跌穿的日期下降 這個位置也是89ma的位置 但就未必說會跌穿上個禮拜的底 因為上個禮拜是一個轉節 由這個位置開始 到上個禮拜是13 所以應該是一個轉角位 所以今個禮拜 就算向下調整也好 都不像會跌穿上個禮拜 最多都是跌穿這個89ma 即是說呢 如果明天跌穿今天的日期下降 即是這個位置 那就有機會去周線的89ma 碰一碰 但如果明天是升穿這個移動阻力的話 大概26,390ma 大概26,390ma 如果能升穿 應該就有機會升穿 這個星期的頂 有機會升穿這個星期的頂 5mA的位置 就有可能會站得到在上面 如果可以站到在上面 可以看到之前四個禮拜都是陰燭的 這支都是十字 但它都是收陰的 這裏呢 四支 這四支都是陰燭 如果今個禮拜能夠收陽燭 其實就是有一個轉勢的訊號 可能下個禮拜也是陽燭 看這個現貨圖 不是太清楚 看看期貨圖 看看期貨圖 看看日線圖 日線圖 一浪 二浪 三浪 四浪 準備行五浪 即有可能是四浪 看看五小時圖 看一看五小時圖 看到它是 這個 retracement 是這個-x浪 和這個-z浪 即是四浪的最後一浪 這個-z 拉出來的 retracement 看到它站在0.5這個比例上 向下試過幾次了 試過三次 但也收不到在下面 即是下面的支持也比較大 50%位是比較重要的 如果一直站在50%以上 其實就升穿這個反彈 SX浪比較大的機會 這裏收了音竹 但其實收了音竹 收了音竹的收視加 都是站在5mA上面 站在5小時的5mA上面 所以其實沒有改變過趨勢 所以現在 因為美股後市都比較看好 上陣指數也是看好 所以如果沒有什麼特別的利淡訊號 應該恒指 都是做一些小調整 然後應該向上 現在比較不利的訊號 就是收在26334下面 這個比例是0.5 這裏的一半 收在這個下面 就是一個利淡訊號 以及收在5mA下面 也是另一個利淡訊號 這個可以說是最利淡訊號 如果收在5mA下面 都是 但是沒有50%這個位置 沒有50%這個位置 那麼淡訊號 因為它都 其實是可以 譬如一個的 一浪 譬如一個的一浪 二浪 然後三浪 它的二浪都可以收在5mA下面 這樣 但如果它這裏是一個 為什麼要留意5mA呢 就是因為它收在下面 很難說它一定是一個二浪 因為譬如這裏 開始走一浪 二浪 如果它收在5mA下面 它可以是二浪 但萬一這個不是一個一浪 這個是一個B浪 這個是A浪 那它一收在5mA下面 就可能是走C浪 就會跌穿個底 所以有時候 為什麼看5mA 為什麼看5mA這麼重要 就是這個 收到5mA下面 就純粹看你夠不夠信念 如果你是很堅信 它是一個二浪 一個小條整會再上 它收到5mA下面 可以不用理它 但是保守一點點 如果它一收到5mA下面 就要回避一下 就要暫停一下 看好 但怎樣也好 現在暫時 它還沒有收到5mA下面 它還沒有收到5mA下面 也沒有收到50% 這個位置下面 所以走勢依然是向上 現在走勢 依然是向上 看看有可能是什麼浪 譬如4浪在這個位置完成 這個是1浪 然後這個位置是2浪 然後這裡 很大機會是1-2 因為它的回吐 似乎到了一半的位置 下影線也表示 下方有一個大的支持 所以暫時看到是1-2-1-2 即是隨時有權力開始三浪 這裡也升穿了前面之前所說的一個重要的位置 就是前面這個浪 前面這個下跌浪的一個 反移動阻力位 因為如果它是1-2 然後1-2 然後1-2 它這個二浪是不能升穿這個位置 所以它一升穿了這個位置 其實就 起碼排除了它向下1-2-1-2浪的走勢 所以就 叫做少一個 利淡的數浪 所以 就是向好的比較多 升穿了 升穿了就利好的 所以現在暫時覺得 暫時覺得 都像是 能夠應該可以升穿這個 SS浪這位 這樣也可以量度一下 其實 拉開這個 Retracement 這樣就量一量 量一量 量一量現在大概上 可以上去哪些位置 暫時看到 這一群粥都應該站穩了 站穩了1-1 比例 下一個位應該就是 2-6-6-7-2 這些位置 但是它 這裡已經做了1-2-1-2浪 所以這個 級別的1-2浪 所對應的3浪 就未必去到1-6-8 那麼少 如果去到這裡 就未升穿這個位置 所以偏向覺得 是可以去到2-6-8 因為它這裡是 夾雜了兩重的 即是兩個級別在這裡 這裡是1-2 然後這裡也是1-2 級別大的時候 應該可以去到2-6-8 所以就 應該是看 27,092的位置 現在就 覺得是可以上去這些位置 那個3樓 就是27,092的位置 就是27,092的位置 看一看 上陣指數 看看上陣指數的日線圖 之前也提到 只要沒有跌穿這個C的終結位 C的終點位 都是維持在走上升的3浪 這個位置是1 然後這個ABC 這個平台浪的調整就是2 現在就看3浪 現在也是維持這個看法 看看 美股 看看標榜500指數 看看標榜500指數 今個月都是向下一個比例行 或者 因為上個月 看到現在拉了一個extension 拿回這個月線圖的1至3浪的位置 拿回這個月線圖的1至3浪的位置 和5浪去比較 5浪就站穩了0.618個位置 所以就看0.764 這裡有兩個量度方法 這個量度方法的位置就是3921 我就拿個保守一點點 這個就是3871 同樣他也是站穩了0.5 就是站穩了一個比例位 所以就先看著3871 因為美股 比如這個標榜500指數 也沒有去到一個阻力位 所以應該 所以就覺得 恒指 都應該是還可以繼續向上 所以就 沒有什麼特別 你猜都沒有什麼特別 都是走勢 都是偏向上 短線應該有 短線的調整應該就做完 左邊 左邊 看著小時圖 小時圖 看到這裡 這個調整比較細心 應該就 升浪應該由這個位置開始計 看到短線應該走完一二浪 看到一浪在這個位置做 二浪在這個位置做 三浪應該去到1.618 但暫時只站穩了1比0.618的位置 站穩了0.618其實就比較大機會去到1比1的位置 等期找回1比1 再看 再看321 即是1比1.618的位置 因為 三浪普遍都是去到1.618的位置 就是這樣的看法 就是這樣的看法 3821 現在還沒有去到 也還沒有去到月線圖的比例位 還沒有去到月線圖 也還沒有去到月線圓的位置 也還沒有去到月線圓的位置 所以還是 所以也覺得是 都觉得是走三浪去3821那些位置 有机会是这样 这样的看法 看看黄金 看到今个星期又再收制那条21MA 上次说到这条周线的MA 就说到它因为是向下屈的 看到这条MA 向上然后打横行 然后向下屈 当一条MA向下的时候 就很难站在上面 所以上星期的兽仔收一个阴烛 今个星期又再兽仔 似乎就有机会 就算四浪在这些位置做了 它也有机会先走五浪的1 五浪的2 看看它是在走 现在是在走的 看看它的回復 它仍然站不稳 188的位置 它这个位置站稳了0.5 所以它可以回徒再上 就是试0.618 就是1888 试了 试了三次都站不稳 日线图三次都站不稳 那就回落回到 1865的位置 0.5比例 回落到1865 又曾经试过收到下面 但是下面有MA支持住的 看到下面那条MA就是 应该是13MA 就算比例支持不到 也有MA支持住 MA支持住 可能是一个反弹也不定 MA支持住 它做反弹 但是它又是 站不稳在1888以上 因为要站稳1888 日线要站稳1888 才可以看1918 否则它依然是 又是有机会试回 1865这些位置 而且它之前是曾经 收到1865下面 所以也很难 排除到它会试 1841那些位置 看到这里 看到这里 即是由这个位置上去 都没有站稳1888 日线上去 所以就觉得 像是由这个位置 开始 有可能是走到A B C 走到调整浪 这个调整浪 可能会去到 1841这个位置 但是如果 要看它是否和美元指数 一起跌 因为如果股市向好 股市向好 美元就通常 都会下跌 黄金又会利好 在同一个方向 所以如果是这样看 就未必 又未似 去1841这个位置 那就要看它的调整浪 今天上去之后 上到1900 之後 再看它的调整浪 就是这样 看到当时 上到1900 那些位置 MACD就 上得高 死刷了 然后应该下水线 现在就看看 它由这个开始的调整浪 做成如何 看看是 完成了 参考MACD 看10分钟图 看到它这里做了一些反弹 A 就是这个位置做 这个位置是A 这个是调整浪A 调整浪B 可能在这个位置做 也可能在这个位置做 就可以做一下量度 应该很大机会 因为它反弹比较少 没有反弹70% 所以都持有一个 息息的机会比较大 这个位置会跌穿 其实已经跌穿了 已经跌穿了 量度一量 量度一量 量度它可以调整到哪些位置 看到有机会 是去到1874 1870或者1865 都有机会 有机会 如果升穿这个位置 即是1886 升穿这个位置 应该是调整完成 所以升穿1886 大机会升穿1900 那些位置 暂时应该是在走C浪 看到这个位置是A 这个位置是B 这个位置 大概在这些位置 就是C 你可以尝试去参考一下 它的时间 看看会不会找到 线索 在最高位置 看它的调整浪 看它的调整浪 是用多久的时间 可以看到 下一只竹 就55 10分钟 不知道会不会下一只竹 转向 就是55 这点可以注意 留意一下 除了刚刚10分钟图 周期转折之外 看看30分钟图 会不会有21转折 从最高位置 从最高位置数到21 看看到时会不会有一个低位 要不就是30分钟图 这个21转折 要不就是刚刚10分钟图 的55转折 看见 好像有点反应 这个10分钟图的55转折 也有点反应 就要留意 现在应该是C浪 这个位置是A 这个位置是B 正在走C 这要看原油的走势 看到日线图 走了5个浪 然后再做一个调整 做一个调整 这个调整 似乎是这个位置 走一个 看小视图 这位置走一个 T B 又C 这里就一个5浪结构 1 2 3 4 5 所以这里又是调整 了一下 这里可能是1 2浪 在没有跌穿这个 2浪底的情况下 就像是走3浪的 一个小级别的浪 比如这里是走1 2 3 4 回一回再上,那就是一个比较大的三楼 这里是一个1,这里是2,这个是3,这个3又分为1和2 和3,4,5,现在就在走这个三楼里面的一楼的四楼 看看这里会不会和一楼重叠,如果和这个位置重叠呢 如果重叠了就不似,重叠了就不似,重叠了就可能又是一个1,2楼 暂时看到就不应该跌穿这个位置,这个位置跌穿 就可能调整浪是分了A,B,C这样的,有机会这样的 到时才再上,所以就要留意这个位置是不应该跌穿的, 大家看看美元指数的走势,美元指数的走势看日线图 比较要注意的就是日线图的13mm 因为这条13mm自从这里是深红色那条,大概在这个位置失手之后 一直都没有收到上面,由这个位置开始一直都没有收到上面 收市价日线图都没有收到上面,到今天都没有收到上面 就是这一条 但是今天就是有反弹上去试这条MA的,今天还没收市,所以都很难说它是站不站得 如果站不到,它就会触发它破底,就是触发它继续跌浪 就是触发它继续跌浪,比如前面这些位置碰到,就会触发它继续跌浪 接着这里碰到,又会继续跌下去,这里升穿大,也是收市收不到,所以也继续看 除非它今天收到在这条的13mm上面,如果收到其实它也是会试21mm 就是黄色这条,黄色这条也是一样的,企不稳它依然是触发它破底 所以现在可以留意的就是13和21mm日线,其实13和21都相差很近 所以如果没有企稳21mm,都应该问题不大,都是向下的,但是万一企稳21mm 就可能去34mm,是远一点的,34mm就是这个位置,高一点的,所以暂时就是 所以暂时就是觉得会有反弹,然后再下的机会就比较大 上次说到的那个位置呢,因为上次有个位置就比较难分是三浪还是五浪结构 上次说到可能是一个,这个是下跌的三浪,下跌四浪可能分成A,B,C 这样的,都依然是可以的,因为这个位置的确实很难分成三浪还是五浪结构 如果它是五浪结构,就很大机会会升穿这个顶 如果它是三浪结构,可能现在都纯粹是一个,因为它走完三浪反弹A,B,C 它又会走五浪下跌,那就会是1,原来这个是2,那这里可能是一个三浪的,三浪的1,然后三浪的2 就不应该升穿这个位置,不升穿这个位置的情况下,那就是三浪的3,下跌三浪的3,大概就是这样的看法,这个 那今天这条影片就拍到这里,终于可以给个like,也订阅youtube的可以,还是欢迎share给朋友看的,这样也可以 赞回youtube的会员或者patreon会员,那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by bwd6